这样可以看到 画面的远处是社区的路口 平常都有警卫守着 不过这一天警卫刚好出去巡视 不在位置上 这时候外头突然出现了一名穿着 类似睡衣的女子 在路口处先是东张西望 接着确定无人之后 竟然是大摇大摆的走进去 那么夸张的是这名女子 闯进社区逛大街后 又把民众住家的脚踏车 给直接骑走 那么等到住户回家之后 发现自己的脚踏车不翼而飞 先是调阅了自驾监视器 接着调阅出入口监视器 才发现是这名女子 把脚踏车给偷走了 现在店家决定将这个影片 给po网同时报案 更提醒附近的住户 一定要留意这一名女子